这就到了 来 进来 这是你们家 这么大 这是花园 这边有草坪 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请进 小大姐 你们家这么大呀 是啊 屋子太大人又少 所以缺少人气 来 换上吧 这新的 我们药装旧的就行了 穿上吧 带你一下熟悉一下环境吧 这边是客厅 这个是客厅 这是餐厅 这边呢 是一个客位 客位 对 这里是客位 啥叫客位啊 就是专门给客人用的卫生间 我们家连厕所都没有 要上公共厕所 哦 是吗 下面是厨房 餐厅啊 跟厨房用的最少了 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再说我们家那位呢 也很少回来吃 孟大夫 我没好意思问 你们那位是干啥的呀 国家干部 就是国家公务员 楼上呢 是我们的卧室和书房 卧室呢 你不用管 书房呢 我们那位也不喜欢别人动 你也不要管 好 就是客厅啊 还有卫生间啊 厨房啊 餐厅啊 这些过道需要打扫 你看会不会累一些呀 不累不累 这算啥呀 我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干活了 那上楼看看吧 不用不用 不用我收拾的我就不看了 那看看你住的地方 好好好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这太好了 不行不行 孟大夫我随便住在哪儿都行 专门给客人准备的 就住这儿了 你先收拾一下 我上楼换衣服啊 好 真是遇见贵人 喂 司成 你在哪儿 我已经下班了 你快回来吃饭呀 你先吃吧 今天必须等你回来 那你愿意等就等吧 我二十分钟就到了 好 快点啊 现在延增的 回来了 这么丰盛啊 怎么样 今天什么日子 普通的日子 洗手去 好 肖大姐 叫谁呢 秀萌姐 开饭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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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司成 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是咱们家新来的阿姨 姓肖 叫肖熊蒙 肖大姐 这位就是我们家那位 老雷同志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去拿扫吧 秀萌 怎么会是你 我也不知道 我来 我来 司成 很久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饭菜了吧 这可是肖大姐的杰作 满意吗 好 好 好了 够了 来 谢谢 秀 小 晓 晓啊 你也吃吧 我在厨房吃 哎 肖大姐 一块吃吧 我到厨房去吃 来 吃个虾吧 尝尝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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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免得 老爷 老爷您怎么回来了 老爷病好了 出院了 那我妈妈知道吗 那 那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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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老爷住一个病房 那个李爷爷 我让他告诉你妈妈一顿 来 你赶快躺下吧 不 莱莱 大夫啊 让老爷多走动走动 多排排气 这样啊 恢复起来好 来 东东睡了 他刚刚睡 王奶奶也刚刚走 说他玩了一整天累了 来 你赶快坐下吧 好好好 莱莱也坐下 莱莱 谁呢 也不如我累累累 没事的 老爷 您不是说过吗 求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好 好 我累累当家了 累累 nsage 累累累 累累累 你妈呀 那不容易呀 嗯 累累 嗯 你打小啊 身体不好 哦 身子不绕 身子不绕 嗯 你妈呀 她是 整宿整宿地陪着你呀 嗯 这真是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大呢 你妈她不容易啊 要是爸爸还在就好了 妈妈也就不会这么苦了 老爷 你怎么了 老爷 没什么 你妈她病苦啊 王奶奶也这么说 可我妈妈她说 她说她不苦 她还说 咱们一家人一起过日子很幸福 现在又有了冬冬 就更幸福了 来 温大夫过来 吃好了吗 温大姐 吃好了 咱俩一块来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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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天嘛 你别站手了 快上去吧 好 赵습니다 不让你在房间抽烟你忘了 今天的饭菜是不是不合你的口味啊 不错 那我怎么看你就吃这么一点 我是有点累了 今天不舒服 哪不舒服啊 我给你量血压吧 你可真是个大夫 动不动就量血压 不是不舒服吗 没事 没事 现在好了 你今天在饭桌上 可是不太好啊 那点太严肃了 对啊 太不热情了 我是怕你给人家留下一个难以相处的印象 怎么会呢 市民评议 我的分数是最高的 是最有亲和力的 你还挺美的你 怎么了 头还是有点晕 我说量血压吧 还不听 走了 量量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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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听话 不去 快 走 哎呀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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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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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好吃的 又有粥 又有馄饨 还有小菜 这下司成一定很高兴 我还有小笼包子 我去拿 是吗 来 司成 吃饭了 怎么样 今天早餐你满意了吧 好好好 好了 先吃点馄饨 一会儿再喝碗粥 好啊 爸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小笼 爸爸已经好了 我跟过去一样了 我还带着医院干吗呀 大夫没让你出院 你怎么能自己出院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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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笼 爷呀 先别说过 你告诉爸爸 你这梦大夫家怎么样 挺好的 哎 哎 小笼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瞒着爸爸 没有 什么没有 爸爸还不知道你啊 说 告诉爸爸 有什么事 哎呀 走吧 走吧 走 去医院去吧 走 小笼 你干嘛老是让我上医院呢 你怎么就不想想 啊 这次爸爸 到医院动了一次手术 就花了五万块钱 唱了给报了 啊 我再住医院 查这个 查这个 人花多少钱了 啊 都对着去唱 啊 啊 你这整天得到 孟大夫家里去吧 这两孩子在家里 他怎么办 你想过吗 爸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医药费咱们再慢慢解决 好吗 雷雷东东我都让他 吃小饭桌了 孟大夫对我也很好 我问你啊 你的孟大夫家里怎么样 哎呀 你怎么又来了呀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啊 有好事地伺候人家 平常你就多个心眼 你平常就留点神 你看看他们 来吃什么呀 来喝什么呀 来看点什么呀 好了 好了 好了爸 咱们赶快回医院 待会儿医生查房 找不着你该生气了 咱们到路上再调啊 慢慢调 行行行行行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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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坐起来 哎呀 若不娶你 爸爸这一辈子就得生你的 行了 你可我现在都好呢 妈你 走吧 你再不走我就生气了啊 哎呀 小猫 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拗 那我向你怎么办呢 不错嘛 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小猫 话不好了 你老说这医院呢 咱怎么办 谢老爷 刚才查房没在 你去哪儿了 我 我带他出去溜达溜达 哦 肚子又不舒服了 哎呦 陈大夫 我哪儿都挺舒服 全好了 陈大夫 你赶紧给我买书院手续 我回家吧 爸 小猫 我看咱这样 咱回房间 我给你查一下 如果好的话再去出院 好吗 咱先查查啊 哎 查没事了再出院 对对对对 还没查出来呢 怎么就出院呢 这超出生的 这 啊 市长 这什么 是一封匿名信 什么内容 是告疾风药厂的 说他们排污不过关 影响了周边环境 还特别提到了下游的宁海市 你去 哎 可以 真记得销售情况呈上升趋势 那其他的就趋于平滑 好的 马厂长 有关防火措施的情况 请您向李总汇报一下吧 好的 这是我们新修讯的规章制度 请您过目 好 这个东西先搁我这儿 待会儿好好看看 杨国 吴军车间准备得怎么样呢 我们正在抓紧进行国标认证 一旦通过 我们的产品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 很好 先等一会儿 喂 我是 雷市 雷市长 你好你好你好 哎 你说 您要来检查工作 什么时间 下午 好的好的 好的 大哥 来了 好 来得这么快 怎么这么多车 不是说他一个人吗 去 联系酒店 准备晚饭 哎 哎呀 雷市长 你好你好 你好 你看 您您也没时间说一声 会来这么多领导 好 也没做什么安排 真不好意思 这么多领导来关怀你不好吗 那当然好 当然好 就是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让你心里没有准备 来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宁海市的张市长 张市长好 这是宁海市环保局的赵局长 赵局好 这是我们疾风制药厂的李总 李总经理 啊 电视上早见过 优秀企业家 重点宣传对象 不敢不敢不敢 哎 谢局长呢 你们环保局的谢冲天 谢局长让我跟您请过假 说他血压高得一百九 来不了了今天 李总 您看是不是让领导们 先去会客厅休息休息 那 雷市长请 我看咱们还是 先到车间去看看吧 你说呢张市长 我是紧跟雷市长 雷市长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好 先到车间 请 请 这是我们从德国进口的 排污设备 花了上千万元 当时真是心疼得不行啊 可是雷市长下了死命令 要我们不惜代价抓环保 说这是一个企业 能不能长久发展的生存大计 要我们以科学的发展观 来考虑问题 来 张川总 请 李总 你再继续带着这些领导 检查检查工作 好的 各位令啊 这边请 来来来 高华 来来来来 行 张市长 这种突然来法 可信度不会有误吧 老李 你这么说 好像我老弟非得跟你过不去似的 哪里来了 你我都是为了工作 说实话 我真感谢你为我们敲了警钟啊 这清河是我们市的工业区 疾风制药厂更是重中之症 哈哈 你我都一样 这个肩膀扛着工业产值 另外一个肩膀扛着环境保护 两个肩膀哪个肩膀弹子都不清了 走 这段时间马上就要改选了 你的呼声这么高 可得小心有人犯红眼啊 看来我还挺受人重视啊 那我可得小心点 雷市长 你这哪是让我来检查工作 简直是让我来学习嘛 不错不错 真是一座花园式的工厂 厂在园中 园中有厂啊 原来你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 做什么事都要多想几步 才会万无一失 请请请 这个厂区很大 我们市政府的投入也很大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雷市长 饭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是让领导们先去休息室 还是直接去饭店 我看还是让大家到休息室去谈一谈 好吧 好的 大家先到休息室吧 来 这边走 李总 你们也要向兄弟似的同志们 好好地学习 不要枉自尊大 对 不要以为自己 什么都是实权实美了 要虚心地学习 对 那您我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怎么样 早有耳闻 雷市长在外面视察风云 对内可是柔情似水药 谣言你也行 来 请 子凡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宁海市的张市长来了 对对 那个保姆要是想走的话 你就别勉强了 让他走吧 什么 他又不走了 为什么 小大姐 孟大夫下班了 嗯 饭我都做好了 好 好嘞 孟大夫 吃饭了 来了 哎呦 这么丰盛啊 你上一天班辛苦了 好好吃一顿 给病人看好病 小大姐 我不是说了吗 你在我这里做也好不做也好 都不会影响到你父亲的手术 能让你吃顿好饭 也算是我对我父亲尽点小心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你想我又不是医生 我干着急也使不上劲 能让你吃得好 我心里也有点安慰 那好 就满足你了 来 刚七的茶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不喝茶 只喝白水 我给你换 来 今天这个鱼看样子 一定很好吃啊 还有海参 虾 螃蟹 做这么多干嘛 老雷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不回来了 是啊 回来啊 就不正常了 不回来倒是正常 太好了 说什么 没什么 管他回不回来你也要吃好 你吃得好好的 才能给我爸看好病 萧大姐啊 我觉得你的性格真的是太好了 我非常喜欢 我有啥说啥 你别见笑啊 这样好非常好 你说老雷今天 又没有口福了吧 这么多好吃的 都是他喜欢的 萧大姐一起吃啊 我再把那些菜拿来 快点啊 感谢雷市长 谢谢张市长 还有各位领导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给我们指导工作 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好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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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随意啊 来来来来 来 别客气啊 来来来 哎 哎 李市长你这就可不对了 你是客人 他们尽地主之宜 我就免了吗 那怎么行呢 咱们这会儿 是不分主客 只分男女 你看刘秘书都干掉了 这个时候咱可不能掉链子呀 好好好 没事 那我去干了 好 好好好 来 张市长 哎 我敬你 那雷市长呢 雷市长 雷市长 雷市长的我替他喝 哎 那怎么行呢 不可以啊 你以为他白喝啊 他是有代价的 哈哈哈哈 这什么事都 逃不过雷市长的眼睛 我确实想跟雷市长 再争取些资金 好让我们的既改工作尽早完成 这样我们的产值 就可以再翻一翻 也算是给雷市长长脸吧 哈哈哈哈 你还说得多好听啊 管我要强 还说给我长脸 哈哈哈哈 厉害厉害 好我先喝了 来来来 喝立话确实不错 我看了啊 花园是工厂 来来来 各位领导别客气 多吃菜多吃菜 来来来来 来吃菜 来来来给张市长倒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张上这个 行行行行 你们先喝着啊 我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好好好 那我就干了 我走开吧 essen 你快走开 watched EVicu 撒 你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啊 还有这件睡衣呢也是新买的 也送给你了 谢谢你 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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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谢谢 둘 ем 市长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你又喝酒了吧 喝了 没喝多少 对身体不好 少喝点 知道啊 今天萧大姐啊 做了一大桌子菜 你都没回来吃 是她自己花钱买的 我给她 她怎么都不要 我挺不好意思的 是吗 你快下去喝点茶吧 咸咸酒 好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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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马 子凡说 说家里要找个宝宝 说是医院病人的家属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 听说你父亲的病情还没有查清原因 但是你要相信 子凡是个好医生 他会尽最大努力 知道这是你家 知道我就不会来了 小马 有些话 小马 我想和你说 明天咱们找一个宾馆 据点的地址我会告诉你的 你喝酒吧 好 喝了一点 少喝点 对身体不好 我真的要 你休息吧 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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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喝点儿 4个 2个 小萌萌 你在孟大夫家怎么样 她对你满意不满意啊 还行吧 挺好的 好 那就好 小萌 孟大夫他爱人是干什么的 我没问 好 少说话 好 多干活少说话 小萌 在孟大夫家 要手紧眼快 孟大夫可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啊 俗话说得好啊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保啊 我知道了吧 肖大爷 您如果真的要做脑部手术的话 孟大夫可真的是有名的一把刀啊 对 嗯 我知道 小李护士跟我说了 嗯 嗯 是啊 谢谢 啊 好 真的 似乎 呢 涅 似乌 您好 您好 3501房间在哪儿 在那边 好 谢谢 快点 好 对 比赛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吧 请进 小孟 我听说你下岗了 父亲生病了 还收养了一个男孩 经济上很紧张 我希望给你一些帮助 孟大夫已经帮过我了 他给积枫的老总打电话 人家厂里第二天就送来了支票 真的很感谢孟大夫 子凡他人很善良 思辰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家 要知道我说什么也不会去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真的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命运有的时候真是难以折磨 我听医院的大夫讲 能大夫做脑瘤手术是一流的 我爸爸痛病时的病人也这么讲 所以我想在我爸做手术以前 能帮帮门大夫 也算是我近一点孝心 等我爸手术做完了 我立刻就走